那今天黃傳道的正道題目是重新開啟 你們會發現其實我們除了2Paris以外 好像還有2Pini 其實他們也是Pini 我會想不到什麼 2Pini 唱歌真的很棒 在他花園裡 其實跟我想的 那時候我們在石油 在天賦花園裡 有一曲的那種感受 今天要更多的分享重新開啟 我在還沒有分享這個題目之前 我還想要請一個人來做見證 就是不曉得是 見紅或是如意他們願意上來分享 短短的他們去短圈 我相信我們知道要去短圈 我們還希望他們跟我們分享一點點 所以他跟我講說他想到明年 有機會再一起更多的來分享 可是我還是希望他們帶一點點 他們在這當中會有時候 來分享給我們知道 然後讓我們把這種子放在我們身心裡面 我們請看幾位 好 敬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謝主 真的讓我有這個機會去短圈 那短圈雖然覺得我們是去服事人 事實上很多弟兄姐妹都覺得 其實我們是去被門訓 實地操練的門訓 真的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你在主日裡所學的 小組裡所學的 或者是你在神經裡看到的東西 一些章節 你常聽過的一些章節 那一一地浮現在你的眼前 然後你就會深深地感受到說 這麼又真又果 像我們常說 萬事互相效力叫 惡者人得益處 你就真的看到 什麼叫做萬事互效力 你就真的看到 什麼叫做愛神人得益處 包括愛神人 包括被你服事的人 以及你自己 甚至跟你配搭的人 那有些姐妹她 她在做見證的時候 見證完之後 她說她被医治了 因為她 曾經在她父親的那些痛苦 她在見證的過程中 她被医治了 她說她再也沒有 對她父親的感受 再也沒有了 被拿走了 因為她願意付出 神就幫她医治 那你也看到一些 什麼叫做 真的 聖經理所說的 庄稼多 做工的功能少 真的是這樣 你到了那邊 你看到 也許你在台灣 不會那麼感受到 但你到那邊 你真的看到 想要聽福音的人 非常的濃 他們就是 你一個鄉下的地方 是一個真的很鄉下的地方 然後一個 只是一個晚上的一個 步道會 就來了一百多人 然後第一次踏經教會 大概有一半 那你也看到說 神真的就做工了 神就 在絕智的時候 你就看到 小組是可能一起 只要有人 第一次踏經教會 都站起來絕智 那不是說 講道講得多棒 敬拜帶得多好 而是神真的做工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 你平常在小組訓練 也許你覺得沒什麼 你覺得這有什麼用 可能用不到生活上 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在和平小組 我們曾經有做過訓練 叫做三分鐘的見證 得救見證 其實在操練的時候 大家都 也許我自己講了十幾分鐘 對 我自己都不知道時間那麼長 可是當年那個牧師說 待會就是你上台 他就是 他沒有事先告訴你 他就說 只是 不到會前 他就開始指定 你待會就是你 然後你換了他 就換他 然後 他就說 他就三分鐘 可是真的 你沒有操練過 其實前面幾個人 一上去 隨便講說十幾分鐘 可是因為我跟盧依有操練過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去 知道如何去刪減 然後真的換我們兩個上去 我們就是講三分鐘 就是這樣講 那我覺得說 也許你當初你在小組操練習 那時候我也想想 我跟我朋友講 我隨便講十幾分鐘 他哪會把我講十幾分鐘 可是真的 你就 當你在小組的 不管要操練 你就有一天會用得到 只要你真的去學習 真的去願意把它擺在心裡 你有一天你就用到 所以感謝主 真的我覺得說 我們去 真的不是去服侍人 真的是去被門訓 然後 然後最後 我一個很大的感動是 我覺得說 我去了回來之後 我覺得 讓我覺得 我們更 讓我自己覺得 我們更應該謙卑在主人面前 因為 你到那邊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集體 就是兩三者的名奉你的禱告 那個力量神必垂聽 那個禱告神必垂聽 因為當我們在 布道會完 然後大家集體在幫 那些弟兄姐妹 禱告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的禱告是不一樣的 並不是你自己變得多厲害了 而是真的 聖靈神就在你身上 你的禱告裡動功 你真的你禱告 你前面的那個弟兄或是姐妹 他就是哭 一直哭 他只是 也許他上來說 他只是說我頭痛 你們要頭禱告 可是你在禱告過程中 聖靈就提醒你 你要為他的孫子禱告 你要為他的兒子禱告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兒子 你有沒有孫子 你不知道 可是你就是禱告 禱告完之後 他就開始哭 他就告訴他的孫子死了 他就告訴他的女兒瘋了 他就告訴他 所以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聖靈人家提醒你 必須為他討好 那我就覺得說 而且出去之後 我真的覺得 不管我自己在 覺得我自己為主了 做了多少事 但是都是不夠的 都是不夠的 因為我覺得 你出去之後 你看到很多 碰到一些的弟兄姊妹 你去聽他們的服事 你就會啊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汗言 哇塞 你們可以這麼的為主付出 我覺得我 我實在是太小咔咔了 你看 我碰到一個 就很巧 其實我去碰到那個 陳熙慧那時候 陳熙慧基隆的那個傳道人 我一去 我就覺得他還沒手 我就認出他了 他也有去 然後他的太太是 一個姊妹 他有點像那個木像大哥一樣 他也是那種音樂 因為用音樂巡迴去外面服事 所以我聽到他講 我就覺得 哇塞 你真的是很厲害 那我那時候回來 我就跟木像大哥說 以前聽你講 你在外面服事 其實覺得也很棒 可是沒有那麼深刻的感受 我這次回來 又碰到他我就說 哇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他 真的 你出去 你沒有地方住 你的住就是教會 或者是一個很 你沒有那麼舒服 然後其實不是辛苦的 你從早出門到晚上11點多才回來 那你中間吃飯都是很 很 就在那邊吃一吃 因為你只是為了 把所有的時間挪出來 都為了來服事 那其實是很辛苦的 那像木像大哥 他們這麼 呃 有一點年紀 然後又帶著那個 好 好 你的意思代表是他的 呃 智慧 智慧 不是實際的 然後你就覺得說 真的非常的佩服他 然後 你看到那個 像上次那個喜樂和唱團台 那我看到他的影片 那個大陸 他們是去大陸 我看到那個影片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他去的比我們還鄉下 我看那個就知道 他那個家會比我們還 去的家外錢 我想我們去 我們都很辛苦 那他們 又身心障礙 他們更辛苦 所以那時候我看的影片 我就很感動 我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說 真的 我們不管 我們更要謙卑在主的面前就是 不管我們為主做了多少事 比起別人來 其實還有很多人 做的比你還多很多 謝謝 謝謝他們 你不踏出去你的眼目 就只看這個笑話而已 但你踏出去你才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的需要 原來我可以服侍這麼多人 真的 所以我鼓勵 如果明年還有機會 其實他們也是禮拜五下午 才請假出去 六日在那邊服侍而已 六日 所以其實原則上 用不太到你們的工作時間 所以許可的話 把你那個時間排下來出去看看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你那個時候會更真實的經歷到 聖靈在告訴你什麼 因為你真的會開始禱告 所以你自己不曉得 你在禱告什麼東西 神真的在替你禱告什麼 我們在這邊都會想說 怎麼禱告 禱告要死要漂亮 在那個時候就不是這樣 因為你根本不認識對方 真心神就引導你去禱告 而且你自己要預備好 我真的跟王牧師配搭了這麼久 他都是隨便點的 他沒有program 你知道嗎 他的特會聚會沒有program 詩歌是拿來就這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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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手就上去彈了 帶禁拜就上去帶了 我們就這樣子配 所以其實 在各個時刻期裡面 他沒有預備好說 你下一堂是你講 下一堂是你講 沒有他就覺得 明天好了 自然你來講這一堂 那你要講什麼 你自己覺得硬啊 你真是很禱告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自己在生活當中的操練 和你自己在裡面的 所以在小組裡面就像健康講 他在小組裡面的簡單的操練 就可以拿上去使用 你來教會禱告的這些操練 你要為人禱告 其實你究竟在使用它 真的 所以其實鼓勵各位 那邊的人非常的渴望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時候連吃飯都不敢吃飯 我們後來有一個本身的見證 他們自己因為怕吃起來 坐下去吃站起來 他會馬上排一整排 因為你更有體力 他就馬上插進來插進來插進來 一直這樣 就希望你為他禱告 他們的可能非常大 大到覺得 只要你有時間 他就想抓著你為他禱告 真的耶 可是你如果像海格那種牧師去 哇 那更是不得了 大概整晚他都不用睡了 可是我們海格那邊 我會覺得 我們天氣冷一點 下個禮物就不來 可是他們沒有這樣子 他們是真的每天晚上 有機會被禱告 他其實昨天被禱告過了 今天還要被禱告 他就是不斷的渴慕 所以其實神在那邊當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 你為他禱告他就哭 你為他禱告一暗轉他就倒 為什麼神就急 因為他們太渴慕了 所以神就在那邊 不是說他們倒的時候起來 就沒問題 他們還有很多生命的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神讓你經歷到 神固定他們 一個陌生人可以知道他們心裡面有需要 這就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進入到一個時代 一個階段裡面 也許跟以往的步道會不太一樣 以往是大型步道的步招人起來 OK 這裡面很好 但現在你會發現 是這樣個別的禱告 個別的步道 個別的禱告 個別的步道 會碰到人生了解 更快 這就是使徒信仰的教會 你懂嗎 就使徒時代的每一個信仰都可以這樣做 不是某個特殊的步道家很厲害 他在上面護照之後你們來 沒有 其實你們就是步道家了 可以了解這個概念嗎 所以我鼓勵你們 如果真的有機會 謝謝建宏來當中分享 我覺得其實我們去看了 我們眼目就可以打開 我們生命就可以更多的千倍下來 真的 不然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在這個教會是傷巴黎 其實虛到外面就知道 其實我們是沒有巴黎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我今天要跟各位來講 重新開始 其實我一直想說 因為慧容姐給我們一個主題 是重新開始 我就想說好 那我也配合這樣的系列 我在這個月來傳遞重新開始 那這個是元昌哥的兒子所設計的logo 因為我找不到後來分證過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 所以我覺得有點棒的logo是 你會發現重新開始 這個心這個心字 新舊的心是包在哪裏面啊 是包在整個心裏面 有沒有 包在part裡面 the new is inside the part 有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的這個心啊 new這個字啊 不是在心裏面開始 我們只是從外面開始 有沒有功能 沒有功能 你的心裏面還是舊 你的心是沒有變化的 所以你的外面再怎麼改 你裏面還是怎麼樣 人家碰觸到你 你裏面還是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logo設計的很好 所以我後來再繼續看它 是一個心啊 很漂亮的心 然後裡面才有可能這個心字 所以我的題目是從心 是從這個外面這個心開始 然後我回來談這個心字 我覺得這是很好 from your heart 其實後來應該是from your heart 我原本的經文會到49 應該時間上的關係 今天我們會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只會講一點點 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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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點 from your heart from your heart 今天我有沒有看過行道樹加木架 有沒有 為什麼 撐起來 撐起來對不對 有沒有 怕倒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啊 行道樹 然後旁邊都撐木架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種行道樹 它可以很快的種下去對不對 可是它外面看起來好的對不對 它的根深不深啊 不深 不深 所以它很容易風一吹 就怎麼樣 倒了 倒了 或者是甚至可能是因為它重了 但是因為根部沒有好好發展 有點爛掉 腐敗 所以它也很容易倒 所以這種樹你就必須要用木架把它架住 就像之前石柚也是 我發現他們學校裡面有操場 可是卻被圍起來 他說不能進去 為什麼 我說那都很好草野很好樹野很好什麼 然後就 裡面根都爛掉 所以通通必須產掉全部長青狀 原來我們看外面看起來很好 可是可能裡面的根不深 我們的根不深 所以我們教會可不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外面很好啊 有沒有 這個枝葉茂密 可是根不深 所以可能風一動啊 或者一些東西來 其實就分了 就散了 那個就沒辦法挺力度在對面 我們的生命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會發現樹根淺或染病呢 它有生病 這個會倒下而且可能傷到人對吧 樹倒下就很傷了 我們心真的像樹根 有沒有 心會不會生病 會 你的心會生病 你的心會因為一些事情憂傷 或者因為一些事情心懷苦獨 昨天我們在和平常會的分享裡面 嫉妒 比較 真正 都會讓你的心生病 而會帶來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外面的樹 即使看起來我這裡有鬼長呵呵 但是我裡面心卻怎麼樣 開始出問題了 那你覺得我這個人 心出問題會不會傷人呢 會不會倒下 會 我們的狀況就是真的這樣 這個狀況更不意外顯 但是它還是看得出一些東西 所以你的心生病的時候 它會慢慢使你上升你的能力 然後你可能會傷害人 就像那個樹倒下來有可能傷人一樣 這是心啊 這是心 這是心 我們心裡面的這種狀態 所以在經文裡面 它今天 我今天會很快地用這個經文 有果子看樹的好話 那果子它給我們兩個果子來看 一個叫做什麼 人心的好話 由所形的善惡來看 另外一個是心裡充滿的口 就怎麼樣 所以它用所形跟所說來看出你的心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部分 從我們的心 所以心很重要有沒有 它是從這個無敵 這個心開始 所以昨天我們也在分享說 來敬詞 師母在分享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心至喪失 所謂心至喪失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斷地做同樣一件事情 可是我卻期待它有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會不會這樣子 很難喔 對吧 如果我知道這件事情熬夜不好 可是我希望身體健康 可是我又不斷地熬夜 然後你期待我身體健康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蛤 有啊 可是你有沒有心至喪失啊 因為你知道熬夜本來就不會身體好 可是你又期待身體好 然後你又不斷地重複做一件事情 然後你期待我身體會好 你期待有恩高 可是你又不可能付代價 然後你又不可能 因為不願意祷告 不願意讀金 然後你期待有恩高 你覺得你問我的心事喪失 你要不要附帶的 你一定要調整嘛對不對 你的心如果不改變 你怎麼可能期待有產生不同的結果呢 懂的意思嗎 心很重要 所以你想要改變你頭裡面所說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開始改變你裡面的那一個話語 和你的思想方式 或者你所行 或者你的裡面不改變 你期待你講的話改變 你期待你所做的事情改變 我個人覺得那很難 那不然的話那就變成律法主義 心沒改 可是你要要求行為嘴巴講話 那就變成律法主義 懂嗎 可是神沒有要我們用律法主義對吧 神沒有要我們去律法主義 神要我們是從心裡面開始 而祂不是用 祂不會說要吩咐你用心靈改變 可是去面對你 祂沒有給我們恩典 祂沒有 祂給我們聖明 給我們幫助 只要我們願意順服 我們願意承認我們自己這方面的問題軟弱 神就把那個恩典加給你好 讓你可以開始願意去面對改變 但是改變要不要付代價 這又是不是自己的決定 神會給你恩典 但是要付代價決定在乎自己的選擇 好 所以這是我們果子 在今天所看的新聞大意裡面 至少兩個所說所行 那我們就可以 我們真的是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們自己生命的果子 好 所以心有多重要 各位 心影響人的言語行為 對人失誤的反應 對吧 對吧 同樣一句話 齊平姐跟我講 因為我的心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疙瘩 他對我講這句話 對我會不會造成影響 不會 智人 他跟我年紀相近 然後又同性 然後我可能很嫉妒他的分次 然後他今天講的這句話 跟齊平講一模一樣的話 我會怎麼樣 齊平 我會跳腳對不對 心啊 因為我對他不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我會對他怎麼樣 這是心 所以同樣一句話 不同的人講 會不會有不同的寫過 那都是在乎心 所以心真的會對我們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那昨天我們在分享的過程 我們發現的確同性之間會產生比較多 這種競爭比較 或者這種 這種比較負面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去調整 我們需要去面對它 所以你會發現 同樣是塞車 而且有人氣呼呼的有沒有 有人在享受音樂化妝看到 你是哪一種 我是那種氣呼呼的那種 那時候全然不屬0 屬0 0 0 所以其實可以稍微調整 而且我們真的小地方可以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們的容器裝了什麼 狀況就溢出來對不對 對 你的容器裝什麼 你溢出來就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心充滿了就表現出來 所以我的心假設充滿真是對神的讚美 其實我在裝的狀況 一撞出來的東西就是醉神的讚美 可是我裡面如果是充滿了憤怒苦毒 其實一撞出來就是什麼 分屍技術 看這個不滿 看那個人不滿 看那個不行舒服 看這個政府不舒服 看這個路面不舒服 看我都不舒服 但是60真的不好 那你能不能在這個事實裡面看見神在工作 這是我們要去面對的選擇 OK 好 所以你的心被什麼充滿 我們會被自己充滿 對吧 我的期待 我的需求 我的休閒 我的習慣嗜好 有沒有 有啊 如果要求你短宣 你會覺得 我有我的休閒 我那個時間想要去休閒 可是如果神覺得這個時候 有個特惠 你需要放下你的連續句 賦與子 過來這邊聽一下 賦與子 不好意思 真正的賦與子在天上 真正的賦與子在天上 或是在你們電視機裡面那個賦與子 你要不要過來 要嗎 對不對 這就是你自己充滿什麼東西 你被什麼東西充滿 你渴望什麼東西 我們會被自己習慣的嗜好所充滿 真的 所以會越來越多的宅男宅女 他們被充滿的方式就是電玩 或者就是電視 或者就是他們就不想跟人接觸 你會被自己充滿 你會被許多人充滿 你會被你的家人充滿 被親戚 朋友 同事 甚至牧師 直視 會不會啊 會啊 有沒有發現 開口閉口 就在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也會充滿你 真的 然後呢 你也會被許多事充滿 會被你工作 被你的家事 被新事 被計劃 被印度 被獨報事件 被緊急事件充滿 會不會啊 所以神說我們需要有一段時間 安靜來尋求 他說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從你的心開始 這個心啊 塞爆了 塞爆了 我們要挪一天十五分鐘給神 恐怕都喪起了 我是這麼容易的事 我都承認這樣子 我早上醒過來就好 真的 人心啊 其實我要說人心從來不是空 但是我也沒有要人放空 因為神不是要人放空 因為放空是危險的 外面的一些佛教或者什麼 要放空 可是我說放空是危險的 其實你要是要被不同的神的臉充滿 或是神的話充滿 人的心不可以放空 因為那個位置是神要放他自己在裡面的 所以如果放空其實是危險的 但是我要說人的心卻從來不是空的 好嗎 人會不斷地想要充滿他 所以那一個地方沒有滿足 或許在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那個愛沒被滿足 那個被接納沒被滿足 那個安全感沒被滿足 我們就會不斷地想去充滿他 有沒有 所以當我們安全感沒有被充滿的時候 我就會想什麼 抓 為了要充滿安快 可是事實上你會越抓越害怕 因為人會不斷地想充滿 在我們心裡面會有些地方不斷地想充滿 也有太多的事想充滿他 對吧 也有很多事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的期待 你的興趣 別人的要求 工作上的要求 真的會充滿你的心啊 所以工作上要求你 其實你最後就把主排開了 會不會 我承認有些時候工作的確很重要 我們不好好按照這個老闆的要求 我們可能就fire掉了 你有工作的壓力 可是我們也要留意 你是不是很多的時候那個東西充滿了我 以至於我把神給排擠掉了 那你覺得你在那個工作裡面是蒙恩的嗎 你以工作代替神 你覺得好 這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我真的說很多事想充滿他 所以不知不覺人的心會被塞到 所以你的心被什麼充滿 你的心被什麼 我沒有說你不能夠充滿那些東西 可是我要說你自己要不斷去調整它 你要去調整那些東西 讓那些東西不來掌控你的 不會瑕疵你 好 所以人心常是受某些人或事物所左右 你心所充滿了就表現出來了 對吧 舉例來說 孩子的孤身母親正敏感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母親的心充滿了對孩子的什麼 愛跟關心 所以那個孩子的哭聲 一出來馬上就跳起來對不對 爸媽媽都知道對不對 因為你的心為了那個孩子 你的心就是想到那個孩子的安全 想到那個孩子的需要 所以當那個孩子的哭聲一出來 你那種反應會很敏感 那如果我假設是我 工作是我的 充滿我的時候 孩子哭了我會說 欸 太太 孩子在哭了 我的身體還會留在工作上面 可是我也許聽到 會覺得那個東西不是我最需要去care的事情 所以心啊 你的心會受某些人事物左右 這是很真實的 就是你看什麼 看中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就帶來影響 有時間沒時間就想要玩電腦 所以上癮者 假設電環上癮或者是電腦上癮 他有事沒事他就會想要這件事情 這是他看中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要留意的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掌控人心的就掌控人對人合適的反應 對吧 掌控你的心的 充滿你心的 就影響應對這些事情的反應 這是很真實的 所以在火災的時候搶救是什麼 假設來的 你搶救你的收藏還是你家人 當然會搶救家人 對不對 那家人下來是什麼 家人完畢你會搶救什麼 我們其實真的會有優先次序的 你會有一些東西是擁有的 可是那個東西擁有就算了沒關係 可是有些東西你是喜歡 有些東西你是珍惜 有些東西你是寶貝 有些東西你是無價 對吧 家人基本上是無價的 但有些東西是你的寶貝 也許是傳家之寶啊 什麼東西 那有些東西你很珍惜 也許是那一把吉他 有沒有 有些東西只是你很喜歡 那燒掉了你再買 也許還有機會買 那有些東西擁有 那擁有沒關係 我擁有這台電腦燒掉再買新的 剛好感謝主任 我意思是你會發現在你的心中 你會充滿很多那種 你會有優先的優先次序 那掌控你的是什麼 在這一系列的裡面 當然我這次舉例來講 掌控你的是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神第一對不對 然後家庭第二 教會或工作第三 我們都承認這個順序的嗎 有沒有 還是這是我的順序 可是你要扪心自問 你的神真的在第一嗎 還是你通常switch點倒過來 工作第一 家庭第二 你的神呢 老三 同意是嗎 你是把這兩個東西用好 當然通常你會發現 你的工作可能佔據12小時 你在家庭的時間已經沒有了 你更不要想說你給神15分鐘 看看很難 所以其實我要說的是視訊 你的心在哪個地方被充滿 我們自己要去評估我們自己的生命當中 所以從心開始 你的心靈裡面有什麼東西是 你自己要去調整它 好 你所選擇的就成為你的 你如果繼續讓罪在你身上 就變成罪在你身上掌權 你順服罪的話 或者罪就在你生命當中掌權 所以你選擇什麼 就成為你的团治者 所以掌控你心的 就掌控你所有的行為 對不對 會 如果憤怒掌控我的心 我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我的行為是什麼 憤怒 所以就會打人家暴言語暴力 或者是 我就是 我的心我會表現出來 我如果裡面充滿負面 我所做的事情 或者我所面對我的看的東西就是負面的 所以我們必須留意我們自己的心被什麼充滿 被什麼充滿 不斷的其實在 我覺得否則我們的心會被綁架被控制 然後最後整個生命就被統治了 這是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所以很多時候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說 神在我們生命當中 你會發現 有些時候神真的神機的發生 或者神機 他用很快速的方式幫你的生命做一個扭轉 也許那一塊東西神就幫助你克服 可是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你還是不斷的會跟他掙扎對吧 你有你的黑暗面 就像我們最近不斷的有自己的黑暗面 我覺得這種東西都不斷的想要回來掌控我 想要回來控制我這些東西 可是我必須不斷的選擇 我不讓他這些東西來 那這個東西是一生之久 你必須不斷的選擇 我必須不斷的 所以才說我們那個信號是一生之久 而且堅持到底的信號到底 終於得了 其實我們必須不斷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新開始 不斷的重新開始 所以心意更新變化不是只有一次的變化 其實每一天不斷的變化 每一天不斷的在神的提醒當中 我們願意選擇 好我哪怕我跟一步 跟兩步退一步 你還有一步的前進好嗎 你不要只跟一步退兩步 那就更慘了 至少我們願意跟兩步 但是我們才讓我們會退一步 今天進一步一小步也好 明天再進一點點 或者你求神幫助我們在這裡 這一個月份或這一個年裡面 幫助呢 有的東西是可以看見你自己知道 我在今年感謝神 我有一點點的 我知道我在哪邊有突破 我知道我在哪邊有一點進步 那其實你就會在感謝神 但是你這次花你的時間 你不要小看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就會帶在你生命當中 帶來看他的恩高恩舒服 今天早上其實我又回到 我今天早上今天是12月4號的 我都會每一個你每一天讀真理 我又發現我又回來讀真理 我又發現第四章 看完今天他一開始就說你樣子 好 保守所一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 承認嗎 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 人在跟你講 人在看你這個人 不是因為你做了什麼事情 而是你的心給你那感覺是什麼 你的果效是從心裡面出來的 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 你會發現心從心開始 然後才會發現下面的事情 我真的發現他這個經文 跟我今天的信息很執行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反擊 你會發現心完畢是什麼 往下口 你要除掉什麼 學律的口 細覺觀 你看 心是關鍵 再過來你的口才能夠怎麼樣 你才能除掉 你的心呢 你要保守你的心 第二個才是 第二個是二十四角 裡面是二十三角 所以他有一個 他後面才能跟你講 你要除掉邪幣的口 細覺關鍵的嘴 邪幣比較像是那種negative 關鍵是比較那種destructive 就是要去破壞別人或者是 反正都是不好的 比較負面的 其實我們可以不斷的去看看 所以這剛才跟我們路加福音的那一段 有沒有很接近 你心裡充滿嘴巴就講出來 所以你的心 身體來說你的心 若不保守你的心 你要除掉這個東西難不難 難 而且特別如果我們成長過程裡面 我們充滿的是這個 或是被負面的 或是被壓抑的 其實我們裡面已經被浇灌的是這種東西 出來的都時候 往往也是這種東西給別人 特別是我自己如果是很負面的話 我對我的孩子講的東西就是負面 因為我不會稱讚他 對吧 即使他考了98分 我不會 哦98分的話 為什麼錯兩分 對吧 對吧 因為我就是被要求 沒有 我爸媽沒有要求 我自己好像會有這種個性 這樣 所以我就 為什麼錯兩分這樣 像陳千談剛才 每一小節都很好 就彈錯一個英文 為什麼那個英會彈錯 我會看到他整個英都彈得很棒 他已經很努力了 然後我都覺得 那個英齁 有一些要求是好 可是我不能夠過分 這個是我們裡面 這是我自己 我必須要不斷地去調整 我的心要去看見正面的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的眼目才會調整 對吧 心完畢是你的嘴巴會調整 然後才是你的眼 怎麼樣 你的眼才會向前正看 有沒有 你的 你才會 你要向前正看 向前直觀 你的眼目才會看對的東西 不過真的眼目很容易看到 有地方去 神要你看的東西可能是好的 我們昨天在分享謙卑那本書裡面 就會談到說有些時候 也許他們裡面故事長得有一個牧者 稱讚了一個弟兄 或稱讚一個姐妹 這件事你要做得很好 旁邊的人就說 哼 人士都不知道那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是 好像我們看了一點 好像都是在 都在一個區塊裡面 我們就不斷地專注那個點 可是牧師稱讚那個人 是因為那件事情他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並沒有說這件事 這個人這個樣子這邊是好的 我們只說這件事好的 可是我們很容易就說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為什麼不去看這件事情呢 有沒有 我們眼目就是 很快的就把他甩到旁邊去說 這可能就是 你可能是世人不清那樣子 他會這樣說 可是我說他 你會發現這個世序是真的 你會發現從心到你的口 再到你的眼 你的眼睛會看見什麼東西 看美善的還是看負面 因為你的嘴巴講負面 你的眼就一定看到負面 你的嘴巴如果講讚美的 稱讚的 你的眼就看到那件事情 看到那個人是怎麼樣 正面光明的 這是很奇妙的數據 這是聖經裡面 然後你會發現 當你的眼目正確了 你的方向才對 因為最後面講說 修憑你腳下的路 堅定一切的道 你才會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而且不然的話你會怎麼樣 偏向左右 是你的腳離開什麼 邪惡 你要留意喔 所以當你嘴巴 或者你心沒有變化的時候 你的嘴巴也不改變的時候 你的眼目又錯看的時候 你最後都走向哪裡 邪惡 真的 你最後就走向邪惡 這是真的是從心開始 所以為什麼 神經裡面不斷地說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 保守你的心 所以你要為你的心征戰 你要為你這個月的平安 為你的喜樂 為你的積極征戰 你負面的東西進來了 你要為它真正 你要開始說這個東西 我不願意接受你的 甚至謊言進來 我說我有氣覺這個謊言 你會覺得自己還沒有價值 自己沒有氣覺這些東西 你開始要用正面的東西 否則你會引導你自己 進到一個很難去改變 因為你自己的選擇 別人跟你講不應該這樣 其實你沒辦法 因為你自己心一直往這邊添去 你的心要從 我們如果希望有一個心 沒有 一定要從你的心開始 從你的心開始 所以 由於你的心要裝什麼 由於你的心裝什麼 放垃圾的袋子叫什麼 垃圾 你的心是垃圾袋嗎 這樣嗎 垃圾裝完就丟了 你會不會珍惜它 你會不會珍惜它 會 喔 這個袋子叫什麼 會不會吐完之後 我還把它保存起來 很噁心對不對 甚至我們有說吐完之後 還把它喝回去 我們來回吃下去 我這樣講你們懂意思嗎 真的 你知道那個東西是 要吐出去的東西 是嘔吐了 可是我們又把它倒回來 吃好好吃 然後下次再把它吐回來 那是真的嗎 可是 我們留意我們的心裝是什麼 把垃圾就丟了 丟了就不要再撿回來 吐完了就把它丟掉 是嗎 或者是你自己知道 做哪些東西 你應該去把它處理掉 放錢的包包叫什麼 錢包 錢包你大概就會保護它了 對吧 會留意嘛 對不對 聖經也說那你的錢在哪裡 你的心就在哪裡 對不對 你的心因為是錢包的話 其實 就我們 你至少你放錢的時候 你會留意它 你會掃它 那放珠寶的盒子叫什麼 珠寶的盒子 珠寶盒你會更細心的保護它了吧 把藏錢盒 或者把它放在一個 比較安全的地方有沒有 保護 而且你那個 就算盒子不是很漂亮 可是至少你知道那是放珠寶盒的地方 對嗎 那你的心是哪一種 你要裝什麼東西 你要裝從心開始 這是我們留意自己的心要裝什麼的 所以各位 我今天只能講到這裡 從心開始 想要行出善意 你必須被善充滿 你如果口裡要說 安慰 勸勉 造秀的 你自己要先充滿正面和溫柔的心思 不然我們很快的就是 我們很負面 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LOGO設計的方式 重新開始 才能真正重新 在裡面重新 在裡面 行命 同樣的教會要重新開始 這個要不要變 這個不變 我們嘴巴不變 我們眼眸不變 所以我們有這麼多的Program 我們有這麼多的計劃 這麼多的事工 沒辦法帶來永恆的活效 因為我們裡面 沒有變好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說 在這一個季節裡面 當聖誕季 我們是用重新開始的 其實我們教會 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做得好不好 我們自己先在這個地方開始 當我們這個地方真的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自己最大的 我們是我們自己 對你們而夢中的那個人 在這個服飾過程 在這一系列的過程 其實我們自己的生命裡面 得到最大的幫助 好 這是以後的 後面我本來要繼續往下走 但是沒有可能往下走 我們來禱告 先來禱告 先讓我們站裡面一起 我們來感謝 你讓我們能夠 在今天的最後一個月份 主 為著今天所有的一切 主 我們祷告 讓我們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真的願意說 我們重新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心 我們的Heart 也有一個新的開始 主 讓我們真的在這裡面 我們想要尋求一個New的開始 但是 讓我們好不好 讓我們在心裡面 主 幫助我們 我們有哪些垃圾 有哪些傷害 或者有一些生病的地方 幫助我們來揮住他 Amen 好 讓我們在這裡面過 From My Heart 讓我們的心裡面 有一個真正的開始 我們向你獻上的祷告 我們向你獻上的光 我們向你獻上的光 我們耶穌基督名求 Amen 好 Hart 好開心 好開心 Amen